大岳 嗨 當你推算出局數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他的命功 他的第一大限是幾歲到幾歲 因為一個大限是十年 然後我們幫大家把那個大限的時間寫上去 好 當我們知道他是什麼局數 比如說這一個命組 我們推算出來是水二局對不對 好水二局呢是二到十一歲 於是乎我們就會在這一張命盤上面的命功底下 會看到他的大限年歲會寫著 二到十一 好 這個就是大限命功局數去對應他的歲數 好 回到了起第一大限的歲數之後呢 我們就要來看看這個命組他的大限呢 到底是這樣子轉還是這樣子轉 好 複習一下 還記得陰陽嗎 甲 就是陽 乙 就是陰 好 這個很好對應 然後單數的都是陽 然後甲 餅 物跟人 這些是屬於陽的 乙 丁 己 心 鬼 這個是屬於陰的 好 那我們要來看這張牌呢 他的大限每十年呢 到底是順順走還是逆逆轉呢 譬如說 這一個水二局的命組 如果他是甲年生好了 甲年生是陽嘛 然後那如果他是男生 那他是不是就是甲年的陽男 陽男在這裡 那麼陽男他就會順走 順走是什麼意思呢 當他的第一大限是2到11 那他的12到21 我們就用順時針的方式排下去 如果這一位甲年生的水二局男性命組 他已經知道他的命公在這裡 排出來水二局的起運是2到11歲 是他的第一大限 那麼陽男我們會順走 順時針把他排出來 就是2到11 12到21 22到31 32到11 就是這樣就可以把大限全部都標出來 如果呢 這一個甲年生的命組 他是女生的話 女生養女 養女 那麼他就會變成是逆走了 於是乎這一個女生呢 他的2到11歲還是在這裡 但是他的12到21歲 就會落到這裡囉 這一個女生 他就會是這樣子的走髮的大限 所以記得 陽男陰女我們就是順走 陰男陽女我們就會是逆走 這個就是我們在命盤上呢 關於大限每十年大限的排列方式 排下去之後呢就是固定的囉 請快點 進去